文章来源凤凰网 中国代表中方将继续为维护拨黑和平稳定及地区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日在联合国大会表决设立斯雷布雷尼查种族灭绝国际日决议草案前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 中方一贯尊重拨黑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拨黑人民对国家前途的自主选择 中方将继续致力于发展同拨黑各族人民友好关系 为维护拨黑和平稳定以及地区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傅聪说拨黑自独立以来一直在寻求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艰辛探索 作为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国家拨黑实现多族裔和谐共处 国家保持和平稳定和发展符合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傅聪说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是历史上的黑暗一夜 各族人民都有无辜平民死亡 斯雷布雷尼查惨剧更是令人痛惜 中方一直主张不忘历史 以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 希望拨黑各族展现包容与和解 团结一致向前看 共同维护国家和平稳定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在戴顿和平协议即将迎来签署30周年之际 中方期待拨黑各族在国际社会支持下 致力于共同维护戴顿和平协议所设立的制度框架 就是关国家发展稳定的重大政策问题寻求共识 在巩固民族和解与推进国家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更大进展 傅聪表示 关于大会即将表决的这项决议草案 中方注意到草案在拨黑国内引发巨大争议 有关地区国家和会员国也对此表达了强烈意见 中方多次呼吁 应该就决议草案 同重要当事方及会员国充分沟通 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推进有关进程 仓促表决 尚存重大分歧的草案 与推动拨黑国内和地区国家和解和睦的精神不符 与维护西巴尔干地区和整个欧洲和平稳定的期盼不符 也与通过设立国际日展现会员国团结的初衷不符 为此 中方将不得不对决议草案投反对票 联合国大会表决上 中国投了反对票 武器棋举起三根手指 最新消息 中国驻波黑使馆发言人 就联合国大会通过设立斯雷布雷尼查种族灭绝国际日决议 答记者问 问5月23日联大投票通过了斯雷布雷尼查种族灭绝国际日决议 中国在表决时投了反对票 请问中国使馆对此有何评论 答 我们注意到 5月23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 关于设立斯雷布雷尼查种族灭绝国际日的决议 中国始终尊重波黑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支持波黑人民 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 中国始终致力于发展同波黑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 希望波黑各族加强对话 增进互信 实现和解 中国始终为维护波黑和西巴尔干地区持久和平 稳定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前南地区的武装冲突 是历史上的黑暗一夜 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 斯雷布雷尼查惨剧更是病人痛惜 中方一直主张不忘历史 以史为鉴 防止悲剧重演 同时也希望波黑各族展现包容和解 寻求共识 团结一致向前看 共同维护国家和平稳定 关于部分国家提出的斯雷布雷尼查种族灭绝国际日决议 中方认为 有关决议 需经波黑主席团集体决策 需三族达成一致意见 需同重要当事方及会员国充分协商 强推尚存重大分歧的决议 与推动波黑国内和地区国家和解和睦的精神不服 与维护西巴尔干地区和整个欧洲地区和平稳定的期盼不服 与通过设立国际日展现会员国团结的初衷不服 中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一贯采取负责任 有担当的态度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主张当事方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与争端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平衡审慎负责任的态度 充分听取并尊重波黑三族的意见和关切 鼓励和支持对话协商促进民族和解 多做对地区和平发展有益的事 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斯雷布雷尼查种族灭绝的争议性决议 当地时间5月23日 联合国大会以84票赞成 19票反对 68票计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一份由德国和卢旺达起草的决议草案 将每年的7月11日定为1995年 斯雷布雷尼查灭绝种族最国际反思和纪念日 并对否认这一历史事件的行为予以谴责 塞尔维亚 中国 俄罗斯等国投了反对票 决议指出 2025年使斯雷布雷尼查灭绝种族事件发生30周年 在该事件中至少8372人丧生 数千人流离失所 家庭和社区遭到破坏 决议请秘书长设立一个题为 斯雷布雷尼查灭绝种族事件与联合国的外联方案 以筹备明年的30周年纪念活动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表示 那些想羞辱塞尔维亚人民的人已经失败 也永远不会得逞 他们想要标记我们 但他们没有成功 而且永远不会成功 塞尔维亚人民万岁 塞尔维亚将万岁 武器齐自豪地展开塞尔维亚国旗 并举起三根手指 至少年生亦 最高的身边 反正 感谢观看